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张家口举办 孙男鞋圈内好友组成男支队 在张家口云顶山滑雪场的专业学道上 先后展示了滑雪运动的天赋 各种熟练的滑雪技巧动作轮番上演 同时也为将于2022年在北京张家口冬奥会上 大展身手而在云顶山集训的国家滑雪队队员们呐喊助威 并送去贴心礼物和中心的祝愿 2022年第24届冬季奥运会将在张家口举办 其中自由式滑雪等多个项目的赛事地点将在云顶山滑雪场进行 十分热衷体育运动的孙男 牵头邀请了一众同样热爱滑雪运动圈内好友 黑豹前主唱鸾树 唱跳歌手毕书静等 组成男支队齐聚云顶山 举办了一场为冬奥助力滑雪活动 因为2022年的冬奥会的部分滑雪赛事将在云顶山进行 中国滑雪空中技巧队 自由式滑雪队和单半滑雪队 一共三支队伍92名运动员将自此进行集训 所以这次除了组织自己圈内好友们到滑雪场实地切磋 孙男主要想借此机会为国家滑雪队的这些小队员们加油助威 为了鼓励这些艰苦集训的运动员们送取温暖的毛线帽和围巾以及暖水杯 孙男表示 我们其实都是滑雪爱好者 这次今天来其实除了自己玩之外 还是给咱们很多的国家队的一些小少年队员 还有成人队员自由式的 完了之后加加油 因为未来我们要在这个方面拿到金牌的 我们又是滑雪爱好者 所以用我们的贪玩的心态来给他们加油 希望我们以身作则 把我们全中国的滑雪项目能够带动得更加踊跃积极 提及滑雪运动带来的灵感 全新创作的单曲《自由》已经被滑雪技巧队提前征用了 歌曲的创作者张江表示 这首歌旋律和节奏很像滑雪时的感受 从这首歌的旋律到节奏到音效 因为滑雪你会感觉到风声 你会感觉到速度的变化 然后有张有驰 就像贴地飞行疯了一样